我跟你说 命大的人 从楼上摔下来都没事 你命薄的人 天天抱着肚子 躺在床上 你也会小产的 我觉得我身体挺好的 没有什么问题 不是有句话 这么说来着吗 那什么 身体是最聪明的 我的身体告诉我没有问题 那就是老天告诉我 不要太当回事的 歇阳音知道了吗 我想过几个月 等肚子大一点了 再告诉她 我不想让她觉得 我是无中生友 好像非得找什么理由 去讨好的 你怀孕了 谢洪祖 以后多陪为你 那个赵马林 别该习惯了 不要跟我提什么 谢洪祖 赵马林 说他们都气死了 你知道那个谢洪祖 跟那个什么小鹤 开的那个小公司吗 那个财务总监 是谢家印亲自指定的 还是那个什么 赵马林的亲舅舅 这都什么事情啊 那个谢洪祖 身边上上下下 除了跟他结婚的人 姓朱 叫朱索索 其他全是那个赵家的 跟你个谢家的 我刚刚做梦 我还梦见 我生了孩子 还 还得管赵马林 叫妈妈 气死了 气死了 肚子疼 肚子疼 你喝点水 喝点水 其实我挺后悔的 后悔什么 后悔和索索结婚 后悔 之前我一直在玩 现在身马也帮不上 你说我跟索索的孩子 一定很好看吧 是索索跟谁的孩子 都会很好看好吗 我确定了 不是吗 那我会是个好爸爸吧 当然是啊 不过 你当了爸爸之后 咱们俩在一起玩的时间 你就会很少了吧 好 怎么会 你是孩子的干爹 是吧 我就说嘛 我是干爹 你 你是我孩子的干爹 这话得说清楚 行 行 我如果孩子生掉了 谢佳音还不接受我呢 你接受 我接受 奶奶接受 管他谢佳音接不接受啊 那我们能养活这个孩子吗 我们不仅能养活这个孩子 我们还能养活好这个孩子 你 你 我们不仅能不能 我们先回去 你 开门 来 一 二 二 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